和各位分享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刚才看了一个视频 他买了14款300块钱以内的电脑手柄 这些手柄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最后他的结论是 400到600块钱的Xbox 360手柄是最完美的 但是他没有说PS5手柄 我根据他提供的一个网址 测试了一下PS5手柄和这款老的 有线的Xbox 360手柄 真是不比不知道 PS5手柄这些功能这些参数只多不少 就是这个网站 我把网址贴到屏幕上 插上手柄这个浏览器是可以检测到的 左边这个第一号手柄是Xbox 360的 这个二号手柄是PS5的 它识别不全 但是能识别得到 先说第一个是线性扳机 就是L2和R2键 对应屏幕的是B6和B7 B7是R2键也就是扳机键 它是一个从0到1的两位小数线性增长 而且非常可控 非常好控制 再看B6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Xbox Xbox手柄对应的是RT和RT B6和B7它也是线性的 但是它这个线性很明显不如PS5手柄要好控制 但是它也是能到头 如果到不了头 还有一个叫虚位的东西 手柄按到头 它这个上面也变成了1 这是没有虚位 好 下面第二条是无线控制以及稳定性 这个就不测试了 这个PS5手柄是没问题的 第三个是关于摇杆的 我们看下面有两个圆 它也是很好控制的 再看右摇杆 它这个非常好控制 可控性很强 想长则长 想短则短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Xbox手柄 因为这款手柄是非常老的了 它这方面要差一些 我们看它这个数字 它会跳 突突的跳 这就说明它不是很稳定 我不知道它是一开始就这样 还是现在老化了变成这样了 再看右摇杆 并不是很好控制 这个手柄当年我是花了 230块钱买的 是有限的 兼容性很好 震动也很棒 好 下面一条是做工和设计 质量手感 PS5是国际品牌 这方面不会太差 最后说一下震动 它测试了那么多手柄 都是300块钱以内的 震动大部分都不是很好 它说了一个词 震动像电钻一样 它没有什么级别 像PS5的手柄 震动的精确性是很棒的 特别真实 很可惜这个网站是监测不到PS5的震动功能的 如果你想玩PC游戏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个Xbox手柄 这样能省很多心 省很多事 虽然PS5手柄也可以玩PC游戏 可以用DX4 Windows 我之前也分享过视频 但是它的完美和省心程度还是不如Xbox 甚至不如我这个老的360手柄 它的兼容性是很完美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